尊敬的推友們,大家好。 這是文貴在5月9號向推友們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這也是文貴出境以來第一次自己直播視頻。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原諒, 有些可能是不會那麼完美。 首先呢,允許文貴就有關昨天5月8號的報平安視頻當中, 各種表現,還有讓你們的久等, 還有由於我們的愚蠢和愚笨無知, 浪費了你們的時間,向你們所有人表示道歉。 那麼更重要的是,在昨天的這個報平安視頻當中呢, 我口誤,我說了,中國政府養活14億人民, 這簡直是愚蠢至極的口誤。 這不可能的,這種這都是人民嘛。 中國共產黨一直說嘛,黨來自於人民, 政府來自於人民,這是肯定的。 雨水呀,這個關係是不會搞錯的,這是我的口誤。 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原諒。 我一定是,這個深刻的反省。 這個錯誤是,口誤,是很不嚴肅的。 這是很,後果很嚴重,我會深信。 這是為什麼今天呢,我決定要聽取這個所有網友的意見, 不玩高大商,還是直播。 那麼昨天的這個事情呢,我要簡單給大家說一下。 由於我聽了專業人士的意見,買了一堆的, 這個大家看不到旁邊這些,這個專業的燈具。 買了幾個,索尼的最高端的4K的攝像機。 那麼又買了很多高級的無向人買,買了很多設備。 在這一點上嘛,就真正的顯露了我們這個國家, 還有我這個個人呢,這種爆發國家,爆發後, 這個爆發後的後遺症,不管如何的裝, 有時候還是能露出來這個欠。 這個你說,就以為錢能擺平一切。 就以為錢能讓,能獲得一切。 這有時候吧,我一直在警告自己。 我以為自己啊,很多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 這個不那麼土豪了。 但時不時的這個小魔鬼啊,就從心裡邊爬出來了。 昨天這個設備的問題,體現了幾個方面。 那跟我們國家現在出的現狀呢,非常有意思的像一個縮影。 那就是以為有錢可以走遍天下,錢能擺平一切。 那昨天恰恰的就說明了,錢不能給你帶來一切。 甚至就因為你的無知,就我的這種無知,爆發後的無知, 爆發現在的無知,時時刻刻,在生活中會遇到長耿主。 遇到小的不能小的,但讓你有大麻煩的這種各種問題。 昨天設備是好了,可是呢,我們這些人操作不了啊。 就像我們這個國家似的,我們不相信老百姓, 我們不相信別人,我也不相信我這個團隊啊, 不讓別人接觸到我們這個爆料事件的。 所以就剩了我們現在是一個半人。 這孩子是又做飯,還要照顧我,還要跟二三線聯繫。 另外一個助理是剛剛來的,人家是做文字的行政安排, 也不懂電腦,也不懂這個攝像機。 最後,我們沒辦法,就臨時找來了,就是我們的保鏢團隊, 在馬哈頓最牛的之一的這個電腦,還有這個電腦工程師, 人家拉了,兩小時,開始調這個索尼電視, 索尼這個攝像機。這個兩小時啊,這個條把我調的已經是非常不耐煩了, 因為我一直在等著,還有很多事情。結果條當中錄了一段又不行了, 這下把我感覺給整沒了。這一下子就折騰了大概將近四個半小時。 這四個半小時啊,就體現了我們做事啊,不講質量, 沒計劃,沒安排。結果就是最後開始錄吧,開始錄。 這錄不知道啊,這個4K的攝像機,這個錄的它是調整的模式, 這是高清模式,就4K。結果這個高清的模式錄完了, 就一打開,麻煩了,沒聲音,沒有聲音。 第二呢,更誇張的事情,它每11分鐘它斷一次, 每11分鐘它斷一次,因為它太高了。整個的這個記憶卡裡邊, 它由於這種沒有制止好,所以是每11分鐘斷一次。 所以拿出來要從這個電腦上把語音恢復,要下載N個軟件。 就是,把這11個分鐘的階段,要進行鏈接。 每一次鏈接,在鏈接完炫一次,大概需要三小時。 然後語音來一把,三小時。 還要下載一堆的軟件。這個時候又體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啊,我們國家啊,看北京看上海,看京廣深,這是一個先進國家。 但是你從北京到四環五環六環,直接就到了石器時代。 你從上海到江澤一帶還挺好,但你一到農村去,基本上到了大清朝。 你到廣東去深圳,那是國際大都市。 但你一到了潮山下邊的小農村,也就到了我們大宋朝村。 比北京的實際和鄉村差距大概好一點。 我們這個電腦啊,使用的電腦是我們這個管家的電腦。 這個管家的電腦就跟這個4K電視相當於北京七環和北京長寒街的差別。 馬上說,人家的電腦工程師說,你這個攝像機是勞斯萊斯。 但你這個電腦去下載這些東西,何來炫這個視頻, 相當於用Move Volkswagen Toyota的輪胎,來彎著勞斯萊斯車上。 我哭叫不得,我說我這推友都高度關注,都沒睡覺。 咱先把這事給解決了。 哎呀,就這樣的折騰啊,我真是折騰我的快步行了。 我這個急早,大家可以看到,由於我昨天上午, 這不是應該前天的晚上吧,遇到了日本的各種的事情。 還有北京啊,給我打電話,說我母親啊,這個心情煩躁。 我母親這幾個月呢,由於我哥的事情,家裡的事情, 我母親啊,這個精神非常不好。 因為我們家在76年的時候,被這個當時的這個, 呃,其他的高幹子女,把我們陶宇哥哥都砍了。 把我母親下成了精神病,下了好幾年。 我母親有這個病根。 那麼這幾天呢,我母親呢,就是這個情緒非常不好, 我們都很擔心。 她老在惦記著,她這個最疼愛的孫女還在裡邊關押著呢。 還有一個就是,看到我這四哥六哥這樣,她肯定難受。 那麼我母親呢,突然間就不能走了,就只能坐輪椅。 所以這些事情呢,跟我講過心煩意亂。 在家一晚上就沒睡好覺。 然後又加了這個錄製視頻,錄製了這個幾次, 我得站著等了四個多小時。 這個情緒啊,極為暴躁。 所以說呢,你們可以看到,在我昨天的錄製視頻當中, 這個情緒極度不穩定。 這是我多年來要克服的,就是我身上的缺點。 這也是沒文化的具體的體現。 修養不夠,乘腹不夠。 浴室還不夠冷靜。 我這個過去跟我太太剛結婚的時候, 說吵架,那就呼就來了。 下一分鐘就能好。 到後來變成跟我太太練了, 我太太跟我吵,我就能笑, 不吱聲,我腦子想別的事。 甚至去哼哼小曲。 再後來我就鍛鍊到我老婆跟我吵架的時候, 我看著她的眼睛,我點著頭, 然後去想著公司的事。 我練得不錯了,但是還是不行。 昨天一下子把我這個小魔鬼, 小毛病,大毛病,都給引導出來了。 身體上的壓力,精神上的壓力, 還有事實上的這種各種的擔心, 加上這種技術上和團隊的這種不協調和配合。 更重要的事情,我真忍受不了, 推友們,在大陸的推友們都沒睡覺。 我的私信就爆棚了昨天。 這個都是,在視頻吶,在視頻吶。 我還沒睡吶。 最後的時候,下午的時候有人跟我說, 這都是歐洲十二點了,大陸早上了, 你還沒發。 哎呀,這個和平先生啊, 影響了我很深的兩極話。 其中的一句,就是在明鏡第二期直播的時候, 我在遇到了意外,在醫院的時候。 我受到了北京的威脅的時候, 我說我可能真的不能直播了。 結果和平先生就說了一句話,民意不可欺。 這句話原來呀,咱官員成天說呀, 那我這都不往上,那太多了。 因為他老說假話,我也不往心裡去,不走心。 但是和平先生那句話,我真走心了。 所以那天我說咱必須如實播, 我說他就把我家人再抓起來,我得播。 我盡可能的跟老領導商量, 拿掉百分之八十,咱只說百分之二十。 所以說那天順利的直播就來了這句話。 從那天起,我更加意味著這句話的深刻的意義和價值。 所以呢,昨天這種民意不可欺啊, 這民意也不能不遵啊,不可不遵啊。 這個大家都瞪著眼睛,浪費著生命中最寶貝的時間, 是信任文貴呀。我這能不著急嗎? 結果好嗎? 到了昨天凌晨十二點,視頻上線了。 上線我一看,我真無語了。 一,就是那幾句錯誤的話。 二,我看著我自己那個表現,搖頭晃腦的。 哎呦,這真是,一說我都起雞皮疙瘩。 搖頭晃腦,大家允許,我想把那個給刪了, 你知道嗎?我想刪了。 這個,說著那些話呀。 哎呀,我就敢說,這郭文貴怎麼成這樣呀? 這能成什麼事啊? 我昨天叫一個兒子,就讓他不要急躁。 遇大事,能冷靜,能思考,心不為所動,身不為所影響。 這才是幹大事的嗎?你看我昨天那樣。 你說我這樣,你還老說,讓我去幹點什麼大事去。 我真是我當個村長都不合作。 你說,就我那樣的,遇大事能行嗎? 哎呀,我真的很煩我自己昨天。 所以說我昨天是翻來覆去的,我就是看了N遍。 但是呢,我特別感謝這個推友們,你們對我呀。 你們太寵我了,太慣我了。 我們這個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 還有咱們中國人的很多男人上的毛病, 都是被你們給,咱們自己慣出來的。 你們要批評我。 昨天就這樣,推友啊,都含蓄地表達了, 對我的,就是說,中性的讚揚,實際上就是批評嘛。 我也感受到了,但是我很不好意思。 就是,這種情況下你們還,最好能抽我嘴巴的, 就給我超級嘴巴才好呢。 太,文貴昨天的表現太差了。 再一個昨天其中講到幾件事兒啊, 重點都沒講出來。 你比如說李永他那個弟弟司機叫歐陽聰, 歐陽聰是怎麼回事兒這個騙子的錢, 他怎麼讓我把錢打到了一個, 他們一個服務員的賬號上。 我這都準備了。 昨天的疫情啊,這個一不冷靜啊都亂了。 所以說呀,這個中國老祖宗說的真好啊。 這真的是,人啊,只要是想犯錯誤, 你要想出大事兒啊,你就首先要瘋狂。 第二個就是不冷靜。 這個真的是,這怎麼說的? 這個生氣是一隻,生氣是什麼小老虎什麼, 這我想不起來了一句話啊。 所以說這個是很可怕。 所以文貴呀,這個再次向推友們, 這個向你們道歉。 昨天的口誤,14億人民是養育了這個政府。 第二,昨天有些邏輯混亂。 第三,情緒化。 這都是不對的。 向大家道歉。 忠心道歉。 說到這呢,我想說說昨天發生的這個, 我5月8號視頻講的關於博訊, 這個收刪帖費, 三十九萬九個,我出示了證據。 後來呢,趙岩先生, 這個在推特上進行了直播。 這個直播我看了, 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和趙岩先生一直有溝通。 我也知道趙岩先生是博訊的重要人物之一。 後來他看不完韋石和希諾這些, 這些所作所為。 完全的這個背離了他們所追求的, 推動中國民主、法治和自由的建設。 然後呢,維護法民的利益。 建立一個有新聞道德的這種, 網站的這種原則, 他們帶著很多人都厲害了。 這些聽說都是很優秀的人。 很優秀的人。 那麼昨天, 他看到了我出示證據以後, 他很難接受。 所以昨天他那個直播, 我覺得, 從一開始的幾千人, 嘩就上了上萬人。 我這個到下半夜看的時候, 就兩萬多人。 這個可能是趙岩先生, 他做媒體以來, 受到最為關注的一次。 下面的好評打九十九。 被感動, 而且認可這個率太高了。 不僅如此, 而且趙岩先生的每一句話, 現在都成為了媒體界大家高度關注。 特別我聽說, 這個今天, 剛剛兩小時以前, 我大陸的關注我這件事兒的, 這個有幾個人, 專門關注網內搬牆的, 搬運工們的信息。 說這個信息, 很快地被搬運到大陸。 做成了音頻和小視頻在傳播。 在微信, 在社交媒體。 而且特別在東北, 因為我有幾個點兒, 東北, 深圳廣東, 河南鄭州, 山西, 這幾個地方都有我的點兒。 上海, 都給我隨時, 他們給我掌握著, 我們信息對內的傳輸。 那麼他們說, 這個視頻轉達得很厲害。 這說明了什麼問題? 這就說明, 這人吶, 這個人, 任何人都是有原則的。 那流氓, 黑社會, 殺人犯, 他也都有底線。 他也有, 他也有他的原則。 那麼昨天, 趙岩先生這個事情, 就給了大家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警示, 任何人做事都得有底線。 就是, 尾石這種, 和西諾這種, 完全沒有任何原則, 沒有任何人性, 沒有任何道德標準, 睜著眼說瞎話。 把所有人都當傻瓜, 就是, 玩弄這麼多人的這種智商, 把所有人都玩弄在鼓掌之中, 這真是太瘋狂。 這還是我要說的事情, 就我最驚訝的, 在海外, 自由媒體世界, 能容大家這樣的人, 和這樣的事兒。 還有, 這是被我揭發之後, 竟然大家都去閉嘴, 不去面對。 哎呀, 這真是一個問題。 我一直在深刻地反省, 到底是哪我們的海外, 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呢? 從一開始, 我跟博訊, 這個和西諾那次通電話, 我讓他把這個, 關於我的那個, 謝建生和政經介譜的, 這兩個絕對流氓騙子, 多次被國家通緝的這種, 小爛人, 爛到不能再爛的人了, 鄭街湖娶了四個老婆, 四個老婆, 然後把這老婆的家人全騙光, 他十幾年不能回家, 而且他不但他跟人家其中的一個, 河南的一個, 他把人家的閨妮給人家睡了, 給人家生了孩子, 把人家媽也給睡了, 人家他媽多次找到我, 說他把我娘倆都給睡了, 還把我的錢給騙了我, 而且呢, 人家的兒子跟他開個餐廳, 還替他擔了一個多億賽的, 這個謝建生呢, 是河南, 就做什麼叫凱萊大酒店, 總共他一百來個房間, 一天您有個兩三萬塊錢, 他也叫大酒店, 他這個很有勇氣, 他的叔叔就是過去那個足球協會的, 叫什麼謝什麼那個副主席, 因為賭球被抓了被判刑了, 他就是搞賭球了, 還有賭完搞賭球, 黑賭賭球, 然後呢, 就給人家找樹黑社會了, 他就是跟我半點關系沒條過, 就是因爲什麼呢, 這未來我在下一集要說, 就是我們在當時收獲了天軍叫華泰的, 一個部分的爛資產, 這是我一生當中犯的第二次最大的錯誤, 未來我好想一下大家說, 收了這個資產以後, 就誕生了取龍侵吞了公司資產, 全部拿走幾十個億, 當時讓取龍作為代持的人負責這個項目, 當這個辦到一半的時候, 取龍給我打個電話, 大哥呀, 這個事兒我要跟你說一下, 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我壞良心,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機會, 這四十個億的資產, 我想我要, 不給你了, 我當時就愣了, 我說取龍應該說什麼呢? 他說, 大哥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但是我還有合意吧, 我說取龍你要這麼說, 你可真的是, 你就是知道這是犯法呀, 這是犯罪呀, 後果很嚴重, 我問你不冷靜, 你想想嘛, 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 我多次催促他把股權過回來, 他都拒絕了, 後來大家就發生了報案, 然因為在這一個月裡面, 這取龍是到處告我, 他想把這四十億資產拿走, 還想把我給滅口, 然後他找了誰呢? 找了北京市公安局, 叫做正保大罪的一個姓楊的, 還找了北京京真的, 就咱中國人呢, 就是老闆之間, 只要有事兒, 先找京真的公安, 把對方抓起來, 中國的京真的公安, 基本上都是黑社會, 中國這些年, 所有的所謂經濟案件, 和出現的社會的冤案假案, 大多數和京真的有關係, 中國這個警察, 不改變這個京真的這種體制, 那簡直中國這個什麽一法治國呀, 什麽一警反黑夜, 一警反燈, 那都不可能, 這是我過去這些年, 絕大多數跟警察打的都是經濟, 未來我都會一次一次講, 那故事太多了, 結果曲龍找了這兩人, 想把我滅了, 查我涉嫌黑社會, 涉嫌這個窩藏槍支, 涉嫌所謂的合同欺詐, 結果查沒查完我, 最後他被抓起來, 未來曲龍的事情, 我有很好的給大家說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找我買公司的一個叫, 趙雲安的一個人, 他是原來先被抓的, 這個趙雲安是在被天軍關押期間, 也是天軍精真把他給抓了, 天軍精真是誰呢? 就是原來被抓起來的叫什麽順, 他的下屬, 周來順叫什麽順啊, 國安局長自殺了, 他的馬仔就是鄭傑普, 鄭傑普當時要請趙雲安去投資, 結果一下子投了不到幾千萬, 股市上漲突然變成了幾十個億, 證監股就火了, 就叫天軍精真把趙雲安給抓了, 要求把戶過回去, 這個趙雲安被關押期間, 我說了大概在2006年, 就找了他的同學, 就是我的老鄉, 叫余曉峰, 余記的余余曉峰, 我們山東深陷老鄉, 他當時是我盤古的這個老祖, 要求我幫他忙, 拿錢或者找關係把它給弄出來, 後來我就找了這個中紀委的, 現在也被抓起來的孟輝青, 到天軍去, 找了今天的那個看到的電視劇, 那個打體還需自身應的, 中紀委的電視節目當中, 姓羅的這位紀委幹部, 姓羅這位幹部呢, 就幫助把趙雲安給協調放出來, 我們就收購了這個天軍的華財企業股份, 但是我們是有條件的, 因為他很多債務, 政界的人就是個絕對的騙子, 而且他騙的錢全是過去華財的, 跟國有資產有關係的, 那麼結果趙雲安放出來了, 這個我們的債務還是在處理當中, 總共在這件事情當中, 我們跟這個公司之間, 跟他合作涉及4億人民幣, 這個時候突然冒出來一個人, 就是焦座的叫謝建生, 為什麼呢? 就是政界府從澳大利亞回到了北京, 回到了天津, 他就說把自己的這個債權債務, 給了焦座的謝建生, 說謝建生曾經給他投資過, 在這個我們收購之前, 但是因為這個趙雲安事件, 這事停止了, 所以謝建生呢, 他欠謝建生的錢, 謝建生呢, 就找了焦座是當時的公安局局長, 這個局長呢, 叫李邵政,政委, 李邵政就立了專案組, 又是精真, 焦座精真, 就要到北京抓捕郭文貴, 說白了這就是個黑吃黑的事, 這跟你焦座啥關係啊? 就是這個鄭介普認識了謝建生, 因為他搞賭球嘛, 而且他們搞小姐, 往澳大利亞輸送小姐, 到那邊開業總會, 謝謝鄭介普, 開機院, 謝建生在河南給他搞一些小姑娘過去, 他倆有這關係, 就等於是利用了一個虛假的借債合同, 當時對著三千萬美元, 說是謝建生在澳門借給了鄭介普三千萬美元, 所以他替鄭介普向郭文貴所在, 第一, 郭文貴根本不是這個實際收購人, 第二, 這跟我在法律上沒關係, 第三,跟你鄭介普辦點關係沒有, 這又是一起焦座精真立了黑暗, 這就來了, 你們可以看到馬建副部長, 當時是協調方之一, 那麼後來呢, 馬建副部長實際根本協調, 人家不買這個賬, 最後我就找了中紀委, 這個時候孟輝卿已經升官了, 那升大官了, 什麼呀, 巡視九主主張, 你看看這個人間的輪迴呀, 我認識孟輝卿的時候, 他是六使的一個處長, 中和處處長, 他當時因為網友截籃, 把我雙歸十八天, 後他跟我認識, 成為好朋友, 然後他也在六使, 升大官等於副局級的處長, 然後他和我一起, 調查了劉志華案, 在劉志華案之後, 然後他又跟我協調了天津的, 這位羅先生, 我不要說人家名字, 打鐵還需自身應裡邊, 那個最有意思的, 他爸爸讓他, 他借了錢給他爸爸這位, 然後呢, 這個協調建議之後呢, 這個孟輝卿啊, 又在十八八以後, 被重用之重用, 巡視九主主張, 主管協調江蘇河南, 中原六省, 其中就管當時的幾個大領導的案子, 未來我給你們再詳細說, 所以我當時就找了孟輝卿, 結果孟輝卿就是, 把這事呢, 就交給了這個河南紀委, 河南紀委當然也給面子, 相當重視, 最後, 就把李少政, 給抓了, 政委, 這個謝建生呢, 就和鄭介虎, 一個跑到澳大利亞, 一個跑下那, 繼續搞地下賭球, 繼續搞這個輸入小姐, 在海外搞黃色賣贏活動, 說我跟這倆人從不相識, 那麼這兩段視頻呢, 就是他花錢買通了希諾和韋石, 更誇張的事情, 我未來都可以亮出來啊, 他向希諾和韋石給了一部分錢之後, 還許諾給他投資, 並說郭文貴這幾十億的錢, 我要追回來, 我給你百分之五十, 哎呀, 韋石相信了, 希諾也相信了, 這個事情就是我認為佛教中講的 最好的一個輪迴的案例, 天君的這筆華太的錢, 是鄭介虎, 騙了國家和其他的錢, 後來又是趙雲安, 看了這塊肥肉去了, 然後就趙雲安全軍覆沒, 一生被他給毀了, 結果趙雲安進去以後, 又開始找了我郭文貴, 我極度缺錢, 郭文貴貪欲啊, 貪婪啊, 積不哲食啊, 引針止渴, 跳進了我醫生中最大的, 我最沒原則的這一個懸崩, 大家看到了很多事情都跟這件事有關於, 報應啊, 這就是我上次第一, 二級數, 這也是報應啊, 結果我這事還沒完呢, 又來了一個人, 謝建生和林少征, 林少征, 林少征, 政委, 也參與這個錢, 也被任監府騙說, 你要我的錢, 我給你多少, 幾十億幾十億, 壓根就不值了錢, 結果光, 又來了, 以身試法, 進去了, 又進去了, 這倆人, 進去還沒完呢, 好嘛, 加拿大, 逃跑的謝先生, 和政界府, 又找了個韋遜, 韋石伯遜, 和希諾, 倆人, 這又跟郭文貴一樣, 跟趙英安一樣, 和林少征一樣, 呼啦呼啦, 又跳進了這個魔鬼的圈, 當時啊, 有一位領導, 當時是中紀委副書記, 他真的是給我說過一件特別重要的話, 他說天君這件事情, 文貴你失德, 你失德了, 還有, 你失去了你的品位, 你失你的品, 還有, 你麻煩會不斷, 更重要的是, 他說這是張錢, 我講的歷史上幾個, 張獻忠的張錢, 在四川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獻忠弄了多少張錢,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歷史上這些皇帝, 挖墾木, 遇到什麼事情, 還有, 這個歷史上幾個, 帶有張錢, 怎麼造成了一個惡性輪迴, 和你這個事啊, 基本跟這就是一樣的, 我當時沒聽進去, 還是貪, 還是有僥倖心理, 還是這個貪陳吃慢的一個貪, 還有這個慢, 貪陳吃慢疑啊, 或者貪和慢, 這要一下子把我毀了, 這就是一切的輪迴了, 輪迴, 今天看到韋石和希諾這個下場, 我真希望這件事啊, 到此為止啊, 真的是, 這是為什麼我當時給博訊韋石聯絡的時候, 我發自內心的說, 我希望你們面對現實, 不要再這個造假了, 因為我畢竟覺得當時的博訊還是能, 還是幹那些好事兒的, 你不能說博訊一點好事沒幹的, 他還是替很多弱勢群體, 還有替很多追求民主和自由, 和法治建設的人, 是發了聲的, 這個是絕對不能說, 咱們給說是沒有的沒有的, 不客觀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跟他, 咱把問題解決了, 我要求很簡單, 你把文給刪了, 你做個公開道歉聲明就算了, 但是, 他的傲慢, 和他的貪婪, 讓他走向一個一個的這種惡行的輪迴圈中, 而不可自拔, 他一直以為郭文貴, 就是他聽說, 和他想像中的那個郭文貴, 他就沒想過郭文貴真是, 說謝建生出來能有今天嗎? 還有, 他一直以為謝建生向他和薰的保證的, 那二十個億能給他, 哎呀, 這個貪婪的心, 讓他也墮入這個魔圈, 所以後來在這個, 我上村以後跟他聯繫, 我真心想投他的錢, 我真心想跟他和解, 他又是一次次的玩弄了, 他最用俗, 最沒有人性的, 這種卑鄙的背叛伎倆, 還是對那二十個億感興趣, 還為謝建生說, 一個謊言接著一個謊言, 一個謊言接著, 你一天拿謊, 讓他走出了萬劫不服的深淵。 我昨天晚上在看趙岩先生這個直播視頻當中, 哎呀, 我看了他流眼淚啊, 我這真是也是很難受, 但是昨天我很, 我很納悶, 趙岩先生這個錄視頻的人呢, 就比我對面這個人聰明得多, 就老早就準備好了那個擦眼淚的紙巾, 這個細節我看到了, 是劉剛先生現在推上說, 哎呀, 這紙巾準備得好快啊, 所以說, 這個看來這個助理不錯啊, 這個助理不錯, 但是趙岩先生的眼淚打動了天下, 但是, 我的感覺, 趙岩先生沒說實話, 因為據我所掌握的信息, 趙岩先生昨天很多關鍵的核心沒有設計, 他昨天是把很多人推給了西諾, 我認為這對西諾先生也是不公平的, 西諾再壞, 咱也得面對現實, 客觀, 這裡的所有的壞蛋, 那就是韋石, 韋石欺騙了全世界, 韋石欺騙了所有信賴他的, 維穩的, 這個訴求以法治國的, 還有受到被傷害的這些弱勢群體, 他都被擠, 他都擠下了, 更重要的事情, 他還拿了錢, 這是犯罪, 而且不是拿義家, 拿了原告拿被告, 而且還偷稅漏稅, 瞞稅, 所以說昨天這個趙岩先生, 這個指責這個具體, 沒有具體的事情, 那這是不公平, 趙岩先生應該鼓入勇氣, 大膽地揭發韋石, 到底和北京各方面的關係, 這個話不說清楚, 有一天我要說清楚, 我要說清楚大家都很尷尬, 我是一定會說的, 那麼我希望趙岩先生, 你的昨天讓大家的感動, 讓大家看到了你這個人的正義, 和你這個人的原則, 還作為一個媒體人的這種道德標準, 我希望你真的鼓住勇氣, 一鼓說就拿下去。 那麼昨天到現在, 很多私信朋友問我, 他建議博訊該怎麼辦, 很多人在問, 包括博訊的老人, 我初步地想啊, 我在今天這裡呼籲一下的, 韋石先生, 如果你還願意跟文貴和解的話, 我今天最後一次向你發出和解, 原因很簡單, 我昨天給劉剛先生發的推說的, 海外就我們這點中國人, 我們為啥不能互相尊重呢? 我們團結了一起, 還沒有中國的一個正人多呢? 我們團結了一起, 才能給中國的依法治國, 中國的強大民族的復興, 才能做點貢獻。 我們能不能把博訊建成一個真真正正的, 一個大家可信賴的, 可依賴的, 具有真正的公信力的一個網站呢? 媒體呢? 如果你願意這麼做, 我願意跟你合作脫節。 我也可以到檢察官, 稅務局, 願意盡最大努力, 我沒有任何保證, 這是美國法律, 可以把對你的訴訟撤回來。 我也可以, 把現在他們正在核實的那幾千萬美元, 那些事情, 盡可能的, 我要停止。 我問過檢察官, 我是有權力撤回來的。 最起碼你不在大獄裡邊, 蹲在大獄裡邊。 特別是希諾先生, 你老還想裸奔, 還裸奔中央公園, 那就你只能到看守所, 監獄去裸奔你了。 那到那裡邊的事兒, 那你可能是弱小式的群體了。 包括韋石先生, 你到那裡邊去, 那你想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你就別再相信, 什麼謝健生證件不給你20億了。 你好好瞭解事實吧, 他們的後果, 他們的結果比你想像的多得多。 你可以想像, 未來他們會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一看。 所以呢, 我說你要願意的話, 我可以撤回。 前提條件, 博訊網站, 必須再像楊建立先生, 郭寶勝先生, 像人家這個趙岩先生, 劉剛先生, 還有像這個唐國曉先生, 趙明先生, 陳闖闖先生, 還有這個葉寧律師, 要像這些真正的像, 還有這個特別是魏先生, 這個民主的大佬魏先生, 要像這些人一起組建一個, 應該叫什麼呀, 叫什麼團體。 然後他們來管理這個博訊網站。 這個網站, 我現在就可以說, 我可以花一定的錢, 我投錢, 我一分股份不要。 我投錢以後, 如果在短期內不能盈利, 這個我也可以繼續賠錢。 我不參與任何的經營, 但是在一定經營好了以後, 百分之五十給所有的這些管理者, 還有這些推理會的人。 另外百分之五十建立一個基金, 專門幫助大陸到海外來的維穩, 這個叫做上訪群體, 幫助他們。 還有一些海外的積極人士, 他們的家庭, 他們這些人需要的緊急幫助。 文貴會願意這樣去做。 但是前提是, 博訊必須未來所有的經營, 都必須是經濟獨立。 所有信息獨立。 接受這個成立的管理委員會, 第三個對每個新聞的監督, 並且要對所有的新聞報導和報導人, 按照世界上媒體的標準來進行報導。 而且每人都應該終身承擔, 美國的法律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然後把博訊變成一個視頻加網站一起的一個公職媒體。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最後一次, 我就給你壓48小時。 你要願意跟我和解, 直接跟我聯繫。 你不願意和解48小時, 你就看看下一步檢察官和稅務官會給你做什麼。 那麼, 最後一個就是, 你必須公開說清楚你和謝先生正結譜的事。 和所有過去, 你所有拿了人家錢的事。 你把這說清楚, 咱們這篇就算翻過去了。 我願意給你投資。 我願意把所有投資的錢, 在第三方, 我的律師事務所的見證下, 由我剛才說的, 這個魏京生先生, 由他和楊建立先生, 唐國喬先生, 趙明先生, 趙岩先生, 陳廠長先生, 劉剛先生, 等等。 我們選擇一些, 我們這些海外的有影響的這些人士們, 組成一個委員會。 由他們來制定一切規則, 並對博訊網站的過去, 進行一個了結。 當然, 你偉實信諾必須離開這個, 你必須離開。 保證我不去再追究你, 這是唯一的條件。 這個是文貴, 在昨天這個一夜的思考之後, 我表達最後的善意。 我也希望, 對了, 還有一個叫李偉東先生, 像李偉東先生, 我希望你也可以加入。 你不是對博訊網站很關注嗎? 你跟博訊那點事兒, 還有你這個失德的這種行為, 沒問題, 你也可以加入。 像我們的這個何晴年女士, 像我們現在這個幾個海外的, 像那胡平先生, 對吧? 張立凡先生出不了國, 那沒辦法了。 這些人都可以加進來呀。 那麼, 成立的思考, 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建議。 這是文貴想給海外所有的這些, 海外的積極人士, 想做出的貢獻。 完全不周到。 完全沒細致, 完全沒計劃。 那麼, 這是我最後一次對韋石, 何希諾和博訊做出的, 善意的行動和決定。 往社會上各界精英, 大家審議, 審核, 批評。 這是我今天對博訊說的。 最後的事情, 我想說一下, 因為大概是從14號到23號之間, 我有這個基金的會。 這個基金的會每天都要開, 而且會非常的忙。 我在報平安視頻呢, 我還會採取直播的方式, 可能就短一點。 我簡單的說一說, 讓大家放心。 接下來呀, 因為我們要準備的全部是這個, 全球發布會。 大家我今天可以看一看, 這個全球發布會啊, 就我這個電腦上, 準備的現在的視頻, 信息, 這個, 準備的視頻, 信息, 文字, 文件。 這個事兒, 您看看這個文字,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說, 這個, 我的很多的時間呢, 來準備那些, 包括現在這些文字, 文件的審核, 還有公證。 所以我的報平安視頻, 每天都會有, 我時間稍微短一點。 希望大家理解, 大概我們要在, 二十五號以後, 就會輕鬆一些, 我會回覆每天大概三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到六月十六號, 到六月二十五號之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六月份是西方的財務年度比較重要的, 我們基金開會, 好幾個基金都要重新, 選這個董事會的董事。 由於, 北京發出了, 所謂的紅色警告, 這個, 我已經提議多個基金, 對我的, 這個, 董事之惡, 進行重新選舉。 這是我必須走的法律程序。 那麼, 如果說, 紅色通告, 這個, 因這個問題, 我要持續所有的董事, 但它不影響我的利益。 那麼, 但是對我的決策權和影響權, 那還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還是投資委員會的委員嘛。 那麼, 但是董事我會持續。 包括現在的幾項重大的投資, 大家未來也會看到, 我們最近, 買了很多國內的這個, 在香港的這個H股的股權。 我呢, 也會撤出這些具體的投資。 所以這一系列的事情, 都很麻煩。 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要很多的精力, 去辦這個事情。 但是呢, 大家要看到的事情。 文貴啊, 現在經過這一段的時間的爆料, 已經走向另外一條路。 這條路啊, 還真不是當初我設計的。 就像昨天, 大家也知道我晚上都看到我的手機, 也沒怎麼睡覺。 你會臉都腫了, 因為喝了很多很多水, 也沒睡覺。 這個昨天在推特上, 出現了這個推特世界裡邊前所未有的, 這麼一個奇蹟。 我們的律師和團隊跟推特也聯繫了, 就這不可能是害客做的, 說這個點擊率, 就是你滑動一下就算一次。 這叫印象。 是200億。 那麼200億, 現在從我的16000個, 關注的推友的數量來看, 那一個人是多少?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現在我的16000, 從這個推特世界看, 被非法駭客關掉的, 大概是在, 應該在50萬吧, 實際上我的關注數。 但是這個50萬, 乘以200億是多少? 那是天文數字。 那如果說這個, 是在另外的方面, 還有的話關注, 那是了不得的。 因為這個關注數, 是真實的。 那麼昨天我的團隊說, 按照現在這個關注數, 我賣廣告。 我這一天就可以賣一千多萬美元的廣告了, 要給我錢。 文貴可沒想做廣告啊, 也不想做網紅啊。 如果真要能賣廣告錢的時候, 我現在就向大家承諾, 我會把錢捐給咱們, 為未來成立推特委員會, 然後為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四, 反, 四以三部的政策而服務。 那就是反對, 以貪反貪, 以警治國, 以黑反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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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腐。 然後三部, 不反習主席, 不反中華民族, 不反國家。 四以三部的這種追求, 我願意成立這個委員會, 那得多大的錢捐出去。 所以說, 最近這個很多這個推友啊, 都發信息, 讓我給年輕人說說, 這個, 怎麼賺錢。 中國很多大老闆啊, 成天講, 講特別多。 這高大上的話, 我就不想講了。 但是我真想給年輕孩子講講, 怎麼賺錢。 怎麼賺錢。 這個我還是很想講講。 因為我看到現在的年輕孩子, 真需要一個, 有實際操作價值, 馬上就能用得賺錢的招。 就像我前天說的, 千招會不如一招絕啊。 這些年輕孩子可別相信那所謂的大咖們, 還有那些教授們, 那些講座, 那些講座他有錢嗎? 我先給大家一個建議, 如果這些大咖們, 這些講座的人, 他真有錢, 你一定聽他講。 他又沒有錢, 窮哈哈的, 你就趕快別浪費時間。 還是我那個原則。 你想讓我文貴聽你的, 你能影響我, 首先你得能做到。 我也建議所有的孩子們, 別聽那些人靠嘴巴來賺錢, 嘴巴來給你這個影響, 都不可信。 空談誤國, 不但誤國, 空談還誤你人生, 空談還讓你賠錢, 還甚至讓你賠命。 還讓你賠命啊。 我本來今天要準備一個, 就是第一個話題, 我準備了十個項, 孩子們說的賺錢的話題, 第一個話題, 就是天道愁勤, 地道愁人。 就這一個, 我都準備講三十分鐘, 我今天就不講了, 我想未來的這個, 專門啊, 就是每天的這個, 爆片視頻, 一天講一次, 我準備了十個標題, 我想跟著孩子分享, 賺錢的手段和感受, 這個我可不保證你們能賺錢, 而且你們賠了錢, 我也不負責任, 我只是講文貴的感受, 感受, 我覺得還是挺有用的, 因為, 我給很多我生活中的朋友啊, 說過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人賠過錢, 我這點倒敢說, 我講的這些事情, 如果你按我說的就說, 賠了錢我敢給, 我賠給你, 掙錢我不敢說, 賠了錢我敢賠, 你比如說, 當初我們掙錢, 開發房地產的時候, 告訴我的員工, 馬上賣掉你的所有的家當, 向所有家人借錢, 買掙錢二期住宅, 當時多少錢呢? 保利給我們經營, 他來炒盤, 八千塊人民幣, 八千塊人民幣, 貸款多少錢呢? 貸款百分之八十, 或六十, 那就是你只付一千六百人民幣, 然後加上你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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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這個社酬, 你就可以買房了, 那麼當時交一千六, 現金就能買到政權的房子, 今天多少錢呢? 六萬人民幣, 四十倍呀, 四十倍呀, 這一, 第二個, 包括, 當初這個方正股票, 我們換完股以後, 這個已經漲到六塊多錢的時候, 很多人問, 要不要買這個股票, 買這個買哪股票, 我說我告訴你, 不是我擁有方正股票, 我來告訴你, 我說我現在告訴你, 方正股票你們可以買, 它一定超過15, 有的員工是真買了, 賺了多少錢啊? 人家也是融資貸款的嘛, 當時貸款那個是貸的非常高, 結果這些人賺了幾倍呀, 到了十七大家的拋了, 到十六的時候有人問我, 我說趕快拋, 這就已經不正常了, 十五是正常快拋, 金融危機以後, 很多人問我, 方正股票要不要買, 我說千萬別買, 我說這個股票會跌到六塊錢, 未來還會有一段時間, 我跟方正在今年八月份以後, 也就是我的股票, 進行流通股以後, 我跟方正將有一個, 真正的一個刺駁商鎮的較量, 跟所有的背後的股東, 一個背後的較量, 這個較量是什麼呢? 把他真正的現在, 這些還沒拋售的政治局委員 和常委的股東們的這些人嚇尿, 他們就會大量的拋售方正股票, 現在他們已經在拋了, 拋這個時候股票會跌回來, 大跌, 跌完以後, 我贏了, 股票會大漲, 我不贏, 這個股票將成為災難, 因為小股東們一定會無限的上訴, 即使我贏了, 我也希望小股東上訴, 我希望方正證券, 長點良心, 把騙手林的錢大部分還給人家, 否則這回也會得報應。 就這些具體的手段和故事, 我不是給講什麼大道理原則呀, 凡是站在那邊說話不腰疼, 自己沒做到叫別人去做的這種大家們和大老闆, 還有說的那雲霧的人, 都是誤人子弟, 叫人家破財, 叫人家破財丟命的, 那是毀人不倦的, 不是後悔的毀, 是毀掉的毀, 是毀人不倦的。 我覺得我想把我的一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分享給年輕人, 這甚至比爆料也很重要。 我認為中國接下來有巨大的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屬於聰明人, 屬於有膽量的人, 屬於能把握住機會務實的人, 第一個就是要天道仇親, 第二個就是地道仇人。 我準備下部從第一個標題講, 就講第一個, 然後我從各個角度來講, 我是怎麼掙錢的, 特別是, 就在我這些天爆料幾乎百分之八九十的時間, 都用在那爆料的事兒上, 我還真又賺大錢了, 因為我爭辭了幾個股票, 戰略性的增持, 現在讓我賺錢了。 我還是說, 未來微信一定會出大麻煩, 昨天看到它又漲了, 250.8了, 未來微信一定會是賺大錢, 但不是做高, 是做空。 未來我還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人要做空微信。 當大家知道這整個事實以後, 你們千萬別往裡投錢啊, 千萬別別跟我走, 你們會看到文貴對市場的判斷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也會逐漸地把我這幾個, 投資成功的案例, 我會用文件, 用事實, 展示給你們, 我為什麼我能投資幾十倍, 上百倍的, 上千倍的回報。 為什麼中國做地產的, 郭文貴能做到上千倍的這個政治。 我要給大家一一的分享, 我希望能對年輕人, 有作用。 我特別願意, 為任何的年輕人, 來做點事情。 因為我的今天, 就是無數個老前輩, 真的有栽培, 我們大陸的中國這些土包子, 炒根兒們, 年輕人的這種理想, 才有了我今天。 沒有賀琳樂先生, 沒有夏萍女士, 沒有日本的大錫進先生, 沒有美國的史丹芬先生, 沒有美國的史萊克先生, 沒有這個麥克先生, 這些老同志, 對我的這種提拔, 對我的幫助, 那是不可能文貴有今天的。 包括我的精神教父, 是文雄的最重要的人, 就是台灣的李祖元大師, 建築大師, 101層的那大樓的設計師, 是台灣中台禪寺的這個建築的設計師, 也是西安法門寺的建築設計師, 郭文貴都深度參與了這些建築的設計, 還有背後的運作。 那麼這個李祖元大師是真正的佛教徒, 他是殘忠, 他是殘忠, 所以我受殘忠影響很深, 那麼他把我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 魔鬼的和惡魔一面的和無知一面的文貴, 帶向了另外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文貴這個人哪, 我真的是覺得有一個我的老師說過, 文貴的性格是一正一邪的人物, 我是欲邪更邪,欲正則正。 我很榮幸地遇到了很多正面的人物, 有了我今天, 我沒有認識傅振華先生, 跟他深交啊, 沒跟他深交, 沒跟那些盜國賊們深交, 我也有了今天, 我真得感謝佛祖。 哎呀, 很多話啊, 我一坐在這兒啊, 我這說不完的話, 我還沒吃飯呢, 真的說昨天上次警察大夫一口飯沒有吃呢, 因為我吃飯會發困難, 就說不了, 這個剛剛老領導打電話, 前天打電話啊, 前天打電話, 晚上, 說你瞎那個, 就是那話, 那個字啊, 說的, 傻呀你啊, 我說傻的這是啊, 你又在這什麼呀, 又什麼澳大利啊, 又什麼什麼, 哎呀, 我聽我說, 這個真是啊, 把我狠狠地訓了一個, 狠狠地訓了一個, 更重要的事情, 他也看到了推特的這個, 這個, 他也很生氣, 因為現在, 本來就不應該再折騰我了, 還有人在折騰, 說明有人還是, 只是辦事, 那麼, 今天啊, 這個有另外一個老領導啊, 另外, 他說不是一個人啊, 大家別搞誤會, 另外一個老領導說, 文貴這兩天, 你應該休息好, 另外一個你要真正的好好啊, 關上門, 休息好以後, 思考一下, 你怎麼收這個場, 你怎麼向對你現在信任, 和關注你的這隊友們, 有個交代和回報, 嗨, 這老領導說了以後, 我真的是沒想這個問題呀, 就是我這事怎麼收場啊, 你說, 老領導還說了, 你可別變成三反人員了, 啊, 這也是有意思啊, 是啊, 我到底怎麼收這個場啊, 還我怎麼回報這樣支持我, 信賴我的推友們呢, 還有這些這麼多年輕的孩子, 我得做點陽光的榜樣啊, 種種事情, 文貴真的是很難睡覺, 我睡覺很好, 沾著枕頭就睡著, 想醒就醒, 我只要想, 比如說我腦子第二天早上六點睡, 我肯定五點五時就會醒, 就我這個從來如此, 啊, 不包括2004到2008, 那個時候由於澳建設奧運會, 劉志華沒收的樓, 我天天吃海綿藥, 兩片四片, 後來到了國外就完全不用吃海綿藥了, 這也是這個世界最大的好處, 所以我睡覺沒問題, 不用吃海綿藥, 但是真的是心裡小事太子一醒來, 一看到推特中, 這私信當中啊, 還有通過其他去到國發來的E-mail, 對我的關心, 我就覺得責任重大, 包括昨天很多人提醒我, 我說到的這個給我爆料的這位北京的警官, 大家不用擔心, 文貴的智商和智慧, 不會把這位朋友出賣, 不會把這位朋友出賣, 但是我還是要想說, 你們這種關心關注, 是我巨大的責任, 我必須做好, 包括這朋友給我爆料, 我非常的, 我再次嚴肅地說, 你們不要我錢給我料, 我真的受不了, 我這人做生意做慣了, 你這個我長那麼大, 我從來不白吃人一頓飯, 我爹我娘說孩子, 人家請客你買單, 你請客你買單, 我兒子我女兒都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了解我的家庭, 你免費給我任何事情, 我接受不了, 我從小不接受別人的禮物, 誰給我接的禮物我都送回去, 但是這個你給我的免費這樣的證據, 冒著險, 不管你們這些任何人, 我心裡不舒服, 嚴重影響我的現在睡覺, 嚴重影響我的情緒, 我覺得我欠的太多了, 所以你們這些人呢, 讓我太感動了, 比如說昨天這個, 昨天就是幾個小時以前, 我看到一個朋友在那個Weber裡面, 跟我說了一句這個話, 說郭先生, 我看到了這個, 哎呀,這有點激動啊, 直播有時候也不太好, 這個說控制不好情緒, 這好, 這個說這個郭先生, 我在審你們的員工, 還有這個看你們的卷宗當中, 還有跟明導交談當中, 對你們的家庭啊, 對你們的員工有了絕對的了解, 真實, 他說你可能不知道, 你的員工好幾個是被定為, 叫做非公務人員受賄罪, 給我說幾個人名字, 那就是說我的高管被關的員工呢, 也收了, 我過去又能收錢了, 這是一條罪, 這個讓我是挺刺激的啊, 你說我這天天哭著喊著, 要著命啊, 天天流著淚想把我的員工給挖掃回來, 我這員工的結果在過去的公司, 還貪污了公司的錢呢, 但是我告訴這位朋友, 我說我還是要把他們給弄回來, 他們貪污我的錢是我們的家事, 我不希望他受到法律制裁, 而且我認為這些事都是經過我允許的, 我知道, 我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我說這些人也不容易, 這個犯也不能讓我一個人吃龍, 他們犯錯回來我們通過各種事情糾正, 但是不要讓他們棄離子散, 以此理由讓他們失去自由和家人, 包括失去他們來之不易的大學, 碩士甚至博士的這種證書, 還有律師的證書, 這這都不公平, 他說就是因為, 我一次次的給專案主提不上邀請, 和他們對我員工, 對我的看法, 和我對我員工的態度, 和公司現在花了幾千萬, 律師費, 交通費, 家庭補償費, 我公司不惜代價現在, 對著公司每個員工, 他說在他所有交易當中, 沒有一個涉案的人, 的老闆, 對員工這樣, 也沒有一個老闆的家人, 像我們家, 這麼乾淨的, 這麼為員工考慮的, 也沒有這樣一個老闆公司, 像對員工這麼大方的, 感動了他們, 包括我的家人, 這麼老實, 甚至可以說我們家人窩囊吧, 窩囊, 除了我之外, 沒幾個能主事對吧, 這是李友當時說的啊, 李友說, 跟這個這個, 他的政治局常委的股東說, 郭文貴這個人, 把郭文貴抓了, 他的家裡面都是咱們的, 這是錄音啊, 這是錄音, 就這個叫歐陽聰的, 李友的, 就是敲拉我錢的這個傢伙, 就是李全的司機, 當時錄音裡也有他, 叫歐陽聰加北海人, 他讓我把錢匯到一個餐廳女服務員, 這餐廳女服務員是她的女情人, 這歐陽聰也在錄音當中, 這是李友原話, 他認為老國家出了我沒有有本事的人, 所以把我滅了, 資產都塌了, 同樣的是, 專案主的人認為老國家的人太弱, 把郭文貴給滅了, 這些資產這些東西都是人家的, 所以又引來了很多人, 對我的資產感興趣, 同時才看到我家人太老實, 除了我還有點血腥, 大家都太老實了, 太老實了, 所以說, 這個從這些事情當中, 他們專案主這位辦案同事說, 看到了我們這個家的忠誠老實, 和對員工的感情, 他說他不希望我這個郭文貴被消失, 更讓我感動的一句話, 這真的這位朋友, 這句話讓人感動了文貴, 說不希望你的兒子, 就不希望你的兒子和你的下一代, 沒有未來, 和變成郭文貴的這樣家人, 說你願意冒險幫助我, 避免更多的郭文貴出現, 您這個話真的是感動文貴了, 就是郭文貴這個要求訴求, 得到了你這樣的呼應, 我真是走了另外一條路了, 就是當初啊, 我推動一法治國, 就是四以三步的政策, 是逐漸形成的, 現在我真感覺責任重大了, 所以說, 文貴在思考, 文貴在學習, 文貴也在整理, 我要好好想想, 你們這麼多人, 冒著生命的危險和家人的安危, 依文不圖的給文貴做這事, 這個意義就大了, 去了, 所以我每次坐在這兒, 我就來精神了, 所以那位老領導說, 你一坐鏡頭呢, 你鏡頭瘋啊, 你鏡頭瘋是不是, 得不得得不起來, 沒完吶, 能不能不得得了呀, 這位領導笑著說, 我老領導, 我說你這樣笑著, 說文貴能接受, 我說但是呢, 民意不可欺啊, 民意不可不遵啊, 我不能說說這事, 我就不錄了, 我在鏡頭面前, 我挖鼻子, 口耳朵, 能行嗎? 我不能這樣, 包括, 我說這個, 這兩天, 李友的這個余黨們, 給我, 對我各種威脅, 結果還威脅剛完, 就有人發信息, 是李友找的誰, 誰為他們幹的這個事兒, 這個, 這都是推友給我的力量啊, 當時這個李友啊, 跟我這個蜜月期的時候, 經常去看我, 只要他見我, 第一件事是從頭到下, 全身看一遍, 我的衣服, 我的用具, 他都喜歡, 他都要去買, 當然了, 都是我拿錢, 李友到我家, 我辦公室, 看啥都要, 沒有他不要, 有時候連我內扣都想問是啥牌子的, 這個, 他給他那個陳華女友, 胡舒立女士, 還有他那個威威, 那個女情, 這個, 買愛馬仕包, 讓我買, 送給他們, 還把發票邀走, 這個, 買完以後, 當我面兒就給人發信息, 我給你弄了個愛馬仕, Burken的包, 黑鱷魚皮的, 粉鱷魚皮的, 哎呀, 這個香鑽的, 給他們, 這個, 李友這個人啊, 就是一毛不把的人, 這個啥都要我的, 什麼都讓我給他買, 車子, 衣服, 家具, 什麼都要, 一說起胡舒立, 你別說, 他跟胡舒立還真是挺有感情的, 一說起胡舒立的時候, 很有意思, 因為有兩次他看到我穿Cromhut的衣服, 哎呀, 這個好, 他說我給小胡買幾家, 這個很適合他, 說胡舒立啊, 女士喜歡帽子, 他買幾頂帽子給他, 他說愛戴墨鏡, 愛戴帽子, 哎, 他說, 這個我可以給韋威買兩件, 因為韋威比較壯, 大概一百七八十斤吧, 我說這個韋威太壯了, 這個Cromhut不適合他, 穿不了, 我說你跟小胡可能行, 哎呀, 我說這小胡還是挺瘦的, 哎呀, 這李友眼睛就亮了, 就亮了, 哎呀, 一說這小胡這人啊, 很有內秀, 很有文化, 我就聽愛他講歷史, 講觀察, 而且人家講好英文, 還講歷史, 還講老舍的故事, 李友一說起來就, 哎呀, 身邊, 還有點那個小娘娘, 哎呀, 我說這李友怎麼著, 這馬上就來感覺了就, 李友挺有意思的, 對韋威是殉侍, 欺騙, 對那個陳華呢, 就是搞利益, 欺騙, 老要跟陳華結婚, 就李友要跟這幾十個情人團都要結婚, 還每個人都信, 挺, 這個哥們挺逗的, 那麼說到這呢, 就李友這幾天, 也找人黑我, 也找人給我發威和信息, 哎, 當然發完, 沒有兩小時就有人給我報告了, 李友跟誰幹的, 怎麼幹的, 現在東莞的他那, 藏在那幾個寶貝的地方, 我建議催友們趕快去找去, 那些東西誰拿走我, 他沒得, 他不敢報警, 他真的不敢報警, 現金, 外貴, 翡翠, 還有古書, 李友收藏古書和字畫, 還有李友, 更誇張的, 你們還可能, 大家都感謝了, 收藏好多有趣的歷史資料, 特別是北京有太監廟的, 那些關於性生活的那些古種器皿, 他有幾千件, 也在東莞和上海的家, 上海是在一個別墅區, 我忘了什麼名字了, 最老的別墅區, 最大的一個別墅區, 我好幾個朋友住在那兒, 在那塊兒有個房子, 那兒就藏著了, 還有燈館藏著了, 那些地方都是寶藏, 這推友們也都在問我, 說這些寶藏具體地是在那兒, 我查查, 我會在推特上公告一下, 你們拿這些東西都合法, 因為這都是騙的錢, 都是騙的, 都是騙的小股民的錢, 而且是辦案人員, 收了他錢以後不去查, 這都屬於贓款, 贓物, 都是贓物, 所以這推友力量有多大呀, 李友剛剛搞了不到兩三個小時, 就直接就有人跟我說了, 這就是推友給我的力量啊, 包括剛才我說的, 這個老領導說, 你說我, 我怎麼回報咱們的推友, 對我的支持, 信任和關注呢, 我確實在思考這個問題, 而且昨天的視頻那麼失敗, 文貴的問題一大堆, 我真的是好好的想一想, 希望大家多批評吧, 多批評, 文貴在思考中, 文貴毛病一大堆, 文貴的缺點很多, 文貴需要你們信任和支持, 也需要你們的批評, 這個昨天到今天還有一個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的小狗病了, 到狗醫院住院了, 缺糖, 糖太低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這兩天, 太親了, 對他, 這真也是不好, 哎呀, 這個禁者無堅以後, 就可能出毛病, 這狗也是禁者無堅也不行, 這是不好, 哎呀, 這沒問題啊, 所以說今天就沒辦法, 像這個, 關注我小狗狗的推友們發視頻了, 希望大家記住, 文貴的所有承諾, 我都記著了, 我對你們的承諾, 當成了我對神的承諾, 我一定要兌現諾言, 盡全力的去兌現我的每一個承諾, 對我來講, 今天所有的推友就是我的上帝, 就是我的佛祖, 就是我的菩薩, 所有給我爆料的朋友, 不攜帶爆料的朋友, 我再說一遍, 你爆料給我聯繫的方式, 按照我們那種方式, 你給我一個安全的帳號, 讓我表達一點心意, 哪怕就是十萬八萬, 我給家人哪怕買點禮物, 那也算讓我嘗嘗, 讓我心裡舒服了, 否則我深信了, 拿人家的東西, 沒給回報, 這有一天我將付出血的代價, 那就對文貴不好, 你要真愛護文貴, 給我一點機會, 讓我做一點我心安理得的事, 否則我這東西我都不敢用, 我用了我都覺得心裡不憨, 包括我前天這個在日本出事的團隊, 這個朋友的這種仗義, 這個讓我很感激, 我給他後來, 我表達我要講給他們團隊二十萬美元, 基本上朋友說, 把這二十萬美元捐給那幾個中國現在最窮的家庭, 你說咱們這個推特的世界的力量有多大呀? 就把一個原來給我賬單斤斤計較的人啊, 按天算錢的人啊, 這個我給他們二十萬美元獎勵, 竟然不要, 還要捐給中國這些受苦受難的人, 頭一段時間我沒有幾筆捐款給了海外的其他人士, 我們在這不說啊, 這個其中就有一些他們捐的款, 推特的世界太偉大了, 推特的力量無限的大, 推特世界不僅溫暖, 這裡還有人類上最少的親情, 我們真的是可以, 把這個文貴的推特大監聽, 建成一個不是烏特邦的世界, 是一個真有理想的世界, 真的可以建成一個, 我們大家都希望的, 一個歡樂的美好的世界, 這真的是, 我認為是太有意義了, 推特世界非常美好, 願意和推友們一起去維護這個美好的世界, 文貴等待著你們的批評和指證, 今天說的已經夠多了, 今天第一次直播, 處女直播, 自媒體直播啊, 郭文貴自媒體直播, 希望能給你們帶來歡樂, 有網友說, 你別帶來錄一個小時了, 這個煩不煩呢? 而且轉發的時候這個很麻煩, 這個是少部分, 文貴的時間也很值錢, 但是推友的時間更值錢, 推友願意看, 文貴非常榮幸, 我還得滿足絕大多數人的要求, 所有的真理, 只要是絕大多數人認為對的標準, 那就叫真理, 現在網上, 絕大多人認為, 文貴該錄時間長一點, 這就是真理, 我只能錄長一點了, 謝謝推友的一切的關心, 關注, 謝謝大家,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